与神对话 完结篇 全面进化 作者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翻译 詹米·陈 第十九章 尼尔 那么第五项和第六项中 我们已提到不足正义和惩罚的概念 第七项 所有权呢 我们不去拥有任何东西吗 神 你们可以做任何你们希望去做的事 但在高度演化生命的文明中 没有所有权这样的东西 尼尔 拥有某些可称为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不好 哎呀 难道我们在这个星球上 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神 没有对和错这样的事 只有行得通和行不通 端看 尼尔 我知道 我知道 端看你想要达成什么而定 神 是的 我不断地重复我已经说过的 只因为你不断重复你忘记的事 你不断落入对以觉醒物种来说 不具意义的人类思维模式里 好比对和错 尼尔 但是 关于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件事 为何那么没用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行得通 神 你是指对拥有大部分东西的多数人来说吗 尼尔 即使是那些不拥有大部分东西的人 多半也想拥有更多东西 神 他们当然想拥有更多 因为拥有的人大多持续将东西据为己有 你们所实行的经济制度也几乎保证了这一点 当然有例外 但他们是例外 不是通利 尼尔 我当然明白这点 神 我们这段对话开始时 你说 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35亿人 也就是全球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 尼尔 是的 我当然明白 但是我想在这段对话中 以詹姆斯色博在《道德剧每个人里的口吻》说几句话 先撇开所有这些不公不义的事 大多数人不会想放弃能拥有任何东西 以及能宣称任何东西属于他们的想法 已觉醒物中的成员会怎么做呢 神 他们明白 既然他们全都是一体 所有存在的东西也都属于每一个存在的人 尼尔 但是 这要如何实际运作呢 我们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能在这个星球上耕作 种植 收成 并从农业赚取收入 每一个人不就能将他人的住所当作自己的家一样随意进出 或是到处闲逛 首先 没有够大的地方可以这样做 就算有 人们还能保有隐私吗 一切都是共享的 包括丈夫 妻子 孩子 以及所有的财产吗 神 那怎么可能 在已觉醒物种的文明中 所有权这个想法被管理的概念所取代 其生命体之间彼此同意谁管理什么 谁与谁合作 谁养育子孙 以及谁在物质世界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没有人会拿走别人透过管理合作协议而照料的任何东西或任何人 那些生下后代的人 不会认为他们拥有他们的后代 与他人合伙的人 不会想象他们拥有他们的伙伴 而那些接受管理其他物质东西的人 无论是土地或特定物品 也不认为他们拥有那些东西 他们只是关爱 关心其他生命体和物品 例如没有人会认为 他们是自己存在星球上任何一块土地的管理者 因而拥有蕴藏在这块土地下的矿物 水 以及直至地心的任何资源 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拥有空气 或拥有一片特定土地之上 直达最远天际的天空 因此也不会有人争执 从地面上算多高和地底下算多深 以及谁拥有多高或多深之处的权力等问题 这样的争论看起来将毫无意义 与了解他们全是一体的概念完全不一致 而他们也了解 没有任何单一或一群生命体 可能拥有一个星球上的某一块土地 更不用说地表上和地表下的资源 尼尔 我们的政府和个人之间 经常为了我们星球上空中权 水权 矿产权的归属而纷争不断 神 是的 你们的确如此 所以说所有权是从哪里开始和结束呢 尼尔 但是如果人们不拥有东西 又如何能从中获利呢 如果没有获利 又该如何谋生呢 神 高度演化生命 已经重新定义了你们话语中获利的概念 如果一个人受益于另一个人的损失 他们不认为那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他们赢了 而另一方却损失了 他们也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若他们的胜利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他们也绝不会引以为荣 在他们的文明中 除非人人都受益 否则没有人会受益 尼尔 大多数人类似乎很难接受这种概念 这点把我们带到了清单上的第八项 第八项 觉醒物种 一向与所有人分享所有事物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通常不会分享 只在有限的情况下与他人分享 对这个星球上许多人来说 这似乎是不切实际 不可行的 神 此言差矣 你们向来都让他顺利运作 现在也以你们有限的方式 再体验这一点 例如你们的家庭 你永远不会在刮风下雨时走在街上 单独撑着一把伞 然后对你的伴侣和孩子说 太糟糕了 你们没有带伞 但那也没办法 你永远不会想独自吃掉所有的苹果派 而不与你的伴侣和孩子分享 甚至对他们说 真是遗憾 这些不够我们所有人吃 但我的部分当然会自己享受 我举了些轻松的例子来形容 但你完全清楚 如果你是唯一获利或受益者 而遭受痛苦的是你的家人手足 那他们受苦仅仅是因为你不愿去分享 你们与高度演化生命之间 唯一的区别是 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家人和亲人 要解决地球上许许多多的问题 方法显而易见 银耳 那么我们为何不接受这些解决之道呢 是什么阻止我们的社会 看见这个明显的现象 不愿意将一切跟大家分享呢 神 不这样做的原因是 你们认为地球上的资源 不够让每个人享用 所以才必须确保得到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匮乏的想法扼杀了你们想要完全共享的想法 尼耳 但是地球上有足以供给每个人的东西啊 食物 水 能源 人员 和几乎所有可以维系生命的东西 我们的问题在于分配而非不足 神 大致上而言 你说的没错 你们可以自由大方地分享生命 给予你们的所有天赋 才能 技能 知识 和风足 并观察到 生命将维持你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自然流通回来 你们会惊讶地发现 要完整地以身体这种特定形式持续活着 需要的实际上比你们认为的要来得少 认知到这一点 也将改变你们的价值观 若要以灵魂形式继续活着 则完全不需要任何东西 因为你们永远无法不存活 问题在于会采取什么形式存在 当然 那是你在整个人生 以你做的每一个选择 决定和行动来回答的问题 我将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而现在 对你们星球有所帮助的是 有更多人愿意展现和示范 人类可以活出的新形式 并基于充足和分享的信念 帮助唤醒人类物种 然而这些新形式 必须是人们的自我选择 因为不会有人去指派或认命他们 因此我才会提出第三份邀请 尼尔 如同我刚才说的 如果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分享一切 我们又该如何谋生 每一个利润的定义 都必须将每个人的利益 包括在内吗 神 生活的经验不是一个人必须赚多少之类的事 生命是一个礼物 送给你们所有人的礼物 而不是某种让自己每天的存在都具有多少价值的事 设计出让社会成员都能实现个人及集体需求 而不必出卖灵魂 放弃梦想才能存活的制度 是任何文明都能轻易做到的事 尼尔 我懂你的意思了 必定有办法可以创建一个健全的制度 让所有人都可以贡献或多或少的平等能量 也都能或多或少平等的受益 没有人必须生活在仅能维持最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 也没有人必须为了生存 要放弃希望才能去做真正喜欢做的事 但是 除非整个社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否则我认为 创造这样的制度并不容易 神 实际上 当大多数人看到那些选择带头示范的人 轻易做到时 整个社会就会改变 我刚才说自我选择 去帮助唤醒人类 并不是宣布自己要成为领袖 而是被自己深刻的内在知晓所带领 以另一种方式做人 永远记住 领导者不是一个会说追随我的人 而是一个说 我会身先士族的人 你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地球上社会运作的方式 但你个人可以立刻示范 并展现出自己觉醒物种的基本特质 就从自己开始做起 第20章 尼尔 这真的帮了很大的忙 而你知道吗 浏览清单剩下的第九项至第十六项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清楚了解大部分的内容 神 那么 就让我们快速总结并浏览一次 九 十一 十一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经常彼此对抗 竞争 十四 觉醒物种很清楚 自己一无所需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经常创造出以需求为基础的经验 十五 觉醒物种能体验并表达对每一个人无条件的爱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常常无法想象会有这样做的神 更不用说他们自己了 十六 觉醒物种已经在利用形而上非物质的力量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经常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这种力量 尼尔 我很清楚 如果要采取已觉醒物种的行为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宇宙学 包括哲学 信念 对世界的了解与看法 以及对于我们是谁的决定 加速带入我们的科技 军事武器 基改作物 复制动物和不久后将出现的复制人 延长寿命药物 以及诸如此类的产物 如果不这样做 我们将因为尚未准备好处理旧信念遗留下的问题 而面临伦理 道德和心灵上的困境 我很清楚 如果我们已被唤醒 我们会在一切行为举止上 停止损害我们的环境 不再使用 饮用 吸食 注射 听闻和观看 那些毒害自己的东西 并不再为了金钱 权力 名望 爱情 性爱 是否受人关注等一切事物 无止境且残忍的彼此竞争 我很清楚 我们作为觉醒五种生活时 会从想象我们需要的 转化为我们偏好的 我们将真正 也终于得以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 正如我们拥抱并接受同样如此的神 神 你确实明白了 那么我就不需要再深入解说第九项了 尼尔 我觉得最后还需要更仔细解说的项目 只有两个 第十项和第十六项 第十项表示 觉醒物种永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 终止另一个生灵目前的物质生命 除非对方直接要求这样做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经常未经对方同意就杀死其他人类 我无法否认这段最后一句的部分 但公平地说 地球上大部分的杀戮 都发生在自我防卫的情况下 神 在原始文化中 所有攻击都被称为防卫 然而即使是你们所说的防卫 一个高度演化生命 在没有经对方要求的情况下 永远不会终止另一个生灵 物质身体的表达 尼尔 我们没有捍卫自己的权利吗 哦 那样的期望太高了 这个星球上没有人能接受 宗教和法律也告诉我们 在自我防卫的情况下 杀人行为是合理的 你是说 如果遇到必须杀死另一个人来保护自己时 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吗 神 你们有权利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 你们被邀请要记住的是 每一个行为都是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 如果你们想把自己定义为 为了让某些人类物种生存下来 而杀死自己同类的物种 那你们可以这样做 没有人会阻止 但是 总有一天 当你们看见自己在疯狂保护你们的物种时 也几乎毁灭了它 你们就会停止自己的行为 尼尔 但这是否意味着 当我们被唤醒时 我们会让任何人对我们做任何事情 而不会有所防卫 神 当你们的物种觉醒时 不会有成员必须相互防卫的情况出现 当你们觉醒时 所有觉醒的人会立即放下武器 永远避开毁灭对方的方式和手段 你们为一切事物的竞争都将结束 也会找到方法 分享所有可分享的一切 包括世界各地的资源 以及你们带来的科学 科技与医学的惊人奇迹 对觉醒的物种而言 这似乎是一件显而易见 且毫无疑问的举动 你们没有理由防卫自己 因为再也没有人会以任何理由 在身体上 情绪上 财务上 或任何方面攻击你们 尼尔 但是如果我们被一些还没有觉醒的叛徒攻击呢 你知道吗 有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人是精神不稳定的 神 你只会放下你的身体 平静地离开物质界 明白你的死亡除了终结更多的暴力外 不会是任何事情的结束 尼尔 正如其中一部星际大战电影中 欧比王肯诺比在面对达斯维达的威胁时 所做的那样 神 是的 完全就像那样 你们的科技故事已不止一次 很巧妙地把一些清楚的想法摆在人类面前 电影里的那个角色之所以那么做 当然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会死 知道坏人做任何事也不可能终止他的存在 尼尔 但是如果我们全都突然被自己物种以外的生命体攻击呢 你之前曾说过 有一些来自物质领域的其他星球 具有先进科技 却相当暴力的生命 我们不用担心他们某天来到地球摧毁我们吗 神 不 其他星系的暴力生灵不被允许前来摧毁你们的文明 存在于另一次元的高度演化生命 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尼尔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插手介入 阻止这样的事呢 神 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表达和体验自己真实身份的决心 和主要将自己体验为物质次元之物质生命体的生命比较起来 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目标 尼尔 然而他们会让一整个文明的生命自我瓦解 就如那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该星球 他们现在也让我们自己做选择 神 这是一个文明有意识的选择 一种集体意志的行为 不是违反另一个星球的另一个文明集体意识之意愿的行为 即使是在地球上 这对你们而言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某人与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和某人在违反他人的自由意志下 选择结束他人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就星系的角度来看 高度演化生命会带着怜悯的心允许第一种情况 并制止第二种情况 尼尔 你曾经告诉过我 没有人会在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或方式下死亡 神 没错 尼尔 我在最后一次对话 也就是你后来整理成与神谈生死的那本书里曾这样说过 神 我明白 这是你们被给予的启示当中最困难也最具挑战性的一个 但是这不影响它的真实性 生命的奥秘 不可能透过人类受限的心智 以及任何刚进入演化初级的物种所持有的不完整资料而获得解答 我只能向你保证 在灵魂层面 你只得遭遇死亡事件的经历 与灵魂本身的灵魂一程是一致的 尼尔 然而有些人会遭到杀害 违反他们的意愿遭到伤害这种事 从古到今就一直在地球上发生 而且你似乎有提到的 这在其他星球的暴力生命体之间也会发生 神 在这方面 个人超意识的意愿将不能 也永远不会被违反 因此 当你选择迎接所谓的死亡 并且是在超意识层面 及灵魂层次 而非意识层面 及心灵层面 做出这个选择 你会自动从物质界移动到形而上界 而当你选择不这样做时 就不会死亡 第21章 尼尔 我认为这部分需要更多的解释 并更深入的探讨 但现在 我想先谈谈第16项 再回来谈第10项 因为清单的最后一项里有一件事 对我们而言真的很重要 需要仔细探讨 而这两项可能有一些相互关系 第16项告诉我们 觉醒物种已经在利用形而上的力量 人类处在未觉醒的状态 经常很大程度忽视这种力量 这指的是什么 神 这一项是说 宇宙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形而上力量 它的范围和广度 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人类使用 尼尔 我还是要像以前那样问你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神 好的 你刚才说过一个叫艾米尔科尔的人 在20世纪初证明了自我暗示的效果 尼尔 嗯 反正他得到了令他满意的证明 神 你不相信他得出的结果 尼尔 嗯 我相信那些结果 是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 神 问题在于 既然你说你相信 你自己相信这个过程 但你会使用它吗 你曾把它当作处理你身体疾病的工具吗 尼尔 嗯 不常 没有 等等 我必须要诚实回答 神 那很好 尼尔 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相信心智能量可以对体内细胞的能量产生效果 我们也谈过其确切的可能性 但是 没有 我从来没有用过科尔的方法来解决我身体的任何疾病或状况 神 答案已经揭晓 尼尔 我想 我们人类社会还没有准备好 要在较大规模上掌握行而上学 人们所谓的炼金术 并积极应用许多人所说的正向思考的力量 有些人已经做到了 一些灵性组织已经做到了 即使他们占人类整体相当小的比例 但我已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就一个文明来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懂得运用行而上力量的程度 神 没有 人类还没有 然而人类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 并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迈进 尼尔 是的 几年前有一部叫做秘密的电影和书籍 讲述我们的内在力量 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 就以此为例 这部电影显示 一名男子在车道上找到梦想中的车 一名女子突然注意 有一条钻石项链 为她的紧身上衣增测许多 甚至有一名九岁男孩 在后门外对一部闪闪发亮的新自行车 感到欣喜若狂 但我可以看到 这些只是我们刚跨出的第一个小步 我不禁纳闷 如果秘密的力量如此强大 为什么不被用来创造世界和平呢 只是举个例子 电影根本没有提到这个概念 应用在这方面的潜力 倒是让我们知道 相对于世界和平 我们的物种成员赋予了新车 钻石项链 和闪亮的全新自行车 何等重要的程度 或至少是电影制片人 以为我们赋予他们的重要程度 神 你们当然可以利用 基本的非物质力量 来创造世界和平 尼尔 是的 我的好朋友约翰·哈格林 已走遍全球各地 持续宣导这点 他是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 科学与公共政策的专家 教育家和作家 哈格林博士在他的线上著作里 提供我们这些信息 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意识 与地球集体命运之间的连接有多深 或不知道如何使用经科学测试的强大意识技术 帮助人们在一夜之间创造世界和平 在著名的《统计》评阅期刊上发表的50多个示范性计划案 和23项研究中显示 这种以意识为基础来达到世界和平的新方法 有助于化解并缓和社会上引发犯罪 暴力、恐怖主义和战争等在种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紧张局势 这种方法已经在部分地区国家与国际上进行过测试 每次都有效地大幅降低负面的社会趋势 增进社会的正面趋势 一群群的和平创造专家 共同练习了这些意识技术 前行深入内在心智和物质的最基础层面 也就是物理学称为统一场的领域 研究证实 他们从该层面创造出一种和谐、统一的潮播 可以永久改变社会 让它变得美好 而这种基于意识的方法是整体性、无侵略性的 易与实施且合乎成本效益 欲知详情、情智、以下网址 所以问题是 我们会如何利用这个 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灵科技的东西 神 你认为呢 尼尔 那只是一种觉醒 即使只是开始觉知到这些事情 也可以促使它的大规模开展 约翰·哈格林在一段影片尾声时说的话 深深震撼了我 相较于阿斯匹林和以减缓头痛所显示的证据 有更多的证据显示 团体尽心冥想将如同把电灯关掉般阻止一场战争 神 你说出重点了 把这件事告诉你认识的每个人 再请他们告诉所有他们认识的人 形而上的力量真的管用 它是宇宙的关键角色 而高度演化生命明白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